尊敬的法师慈悲 尊敬的雪梨静忠学会 理事同仁慈悲 尊敬的 悦众菩萨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一般上 做完戏念 请 这一个法师开始呢 大家不用坐下的 因为请我 等下站到脚都断 所以呢 要请大家先坐下来 请上来了 要回家就比较难 好 我们非常 感恩 雪梨静忠学会上下 理事义工们 这么慈悲 不劳辛苦的 给我们 主办了 这一次 清明祭祖 报恩念佛的 这一个 法会 这项活动 一共 我们 做了 八天 正所谓 公布堂捐 这八天 我们你看 念佛 天天念佛 天天 听课 学习 所以啊 所以啊 我们非常 感谢 主办 单位 我们给主办 单位 雪梨 一个 感恩的掌声 阿弥陀佛 让我们有这机会啊 在这一边 共同 提升 虽然 墨学常说的 墨学讲的啊 都不好听的话 也有可能这一次啊 大家来上 课 听到的 跟之前啊 完全 不一样 啊 这个 这个 听到的 念佛 讲的东西啊 跟以往 打破以往 的认知 我们的翻译 要 快快传下去 应该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除了 早上给诸位说啊 我们要感谢 波斯敬中学会 给墨学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一边 其实啊 大家也要感恩 越南 阮朝 这个时代的 王帝 在去年12月 历临了我们的道场 他一道啊 好像 有一个同修啊 像跳挡 跳挡知道是什么吗 背上身啊 他直接开一声 请方丈助辞出来 我那时不在里面啊 不在这个大殿里头啊 他一来他就叫了 所以我的这些 同修啊快点 就是这个姻缘 所以我这次过来啊 来到这边呢 你看 我还要学习念越南文 就是这个姻缘 这个 阮朝 王帝 他来 我们为什么会来呢 因为啊 我们的道场 是万幸祖先堂 里面 都有 两万 三千 八百多个姓氏 全部都供奉在那一边 所以这个王朝来了 他讲说 他来到这一边跟我们一起共修 念佛 然后 我请他上位啊 我没有特意跟他 再写了 我讲说 你去找你的卵巢的卵在哪里 卵巾在哪里 眼睛看没有啊 你自己找 真的 这个众生呢 指一指就那一边了 所以他坐一 三顶礼 我们的这一个 佛陀啊 他就退嫁了 退嫁了以后呢 他还没退嫁之前 他也要求 除了我 还有许许多多的 这一个士兵 也要 所以我请他们快点上去 所以这个姻缘 可能 造成了这一次 四月份来到这一边 是二月发生的 翻译到吗 所以我们 你们的王帝在我那边 进去里面了 住在里头 不懂怎么样来的啦 可能是因为博士的关系 去年我们有一场 十月份去博士 也是遇到 许许多多的 越南同修 我们也做了一场 三十七年 回来 这个 越南的王帝就来找我了 真的很凶喔 他看到我的时候 他还讲一句 他讲 为什么没有参拜 我讲 师父只拜佛 来到这边 我们大家都拜佛 没有拜人 所以 好 不用免礼 他自己讲免礼喔 所以你看 这个掌嘴是不是很厉害 还可以跟王帝 讨价还价 他讲为什么没有跟我顶礼啦 没有参拜他 所以 这个也是很 很巧妙的 不知道他是真实还是假的 但是很突然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就这样子来了 所以我的李萨 我去 什么 野花不要乱采 我就是到处留情 到处结缘 所以带回去了 这个信息传到那边去了 所以 就跟诸位说 我们一举一动喔 我们的起心动念喔 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做了 没有人看到 登登登登 登 喔 我们就 没有人 我就可以做吗 不能啊 天之 地之 你之 我之 还有一大堆的人都知道 我们自己欺骗自己 没有人看到 自己欺骗自己啦 所以我们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举手投足 记得 要小心 谨慎 不要做不好的 所以啊 在这个 我们 可以讲到几点啊 我要问一下 可以讲到几点 我要 安排一下 10点10 o'clock OK 吓死喔 眼清掉喔 哎呀 没有啦 开玩笑 大概讲 十多分钟就好了 给他们准备一下 然后大家 有秩序的再离开 然后呢 这八天的课程 给大家做一个 Symnosis 就是 总结 做一个 简单的 哎 就是 盖药 记得 我们念佛 不中 形式 中哪里呢 中 实质 我们念佛 要知道 不在于我们一天能够念多少声 而是在于 我们 念佛 有 没有 相 去 就像我们今天做这个三十 细念一样 为什么叫三十 细念 细念呢 细念 就是我们 开示 念佛 事业里面 李老师讲的 一心 不乱 所以 真正如果我们 明白 要了解 什么是一心不乱 有很多人误解 会错意了 我们念佛 一定要一心不乱 我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告诉你 你真的达到一心不乱 你也不用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你就成佛了 所以 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一个意思 这个一心是什么 不乱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它搞清楚来 所以 为什么 玄庄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里面讲的 不是一心不乱 而是一心细念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明白 所以 我们念佛 不在于数目 It's not the number 我们不用 看那个数字 我们在于的 就是在乎的 就是我们 能不能 相续不断 二六十中 我们不断的 在念佛 在念佛 我们的心 跟佛 没有离开过 所以这样讲 有可能大家也不明白 有没有看过我们的影子 这个灯光 照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那个影 影子 这个影子 跟我们有没有分开过的 不可能分开 有没有有一天你走走走 他那个影子很远 你讲 快点跟得上吗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他一定跟着的 对不对 我们去到那里 只要有阳光 有太阳 有这个灯光 就会看到我们的影子出现了 他如影随形 跟着我们 没有离开过 我们的佛号也是要这样 用这样来比喻 有可能大家还是很陌生 大家还是不是很理解 OK 换一个 那个是我的错误 讲这些不明白的东西 讲更容易明白的 大家 知不知道呼吸 有吗 我们念佛跟呼吸要一样 呼吸有没有讲说我现在很忙 我不要呼吸先 有没有 没有啊 所以我们念佛也一样 我们忙的时候我们也要念佛 念佛就像呼吸 念佛就像我们的Oxygen 我们讲的氧气 没有这个氧气 我们就 我们没有阿弥陀佛 我们就 六道轮回 要记得 所以要把阿弥陀佛看成氧气 像我们呼吸一样 没有间断过的 有时候会慢一点 有可能我们 上气不接下气 有没有 我们很喘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呼吸比较慢 但是还在呼 还在吸 它是 不均匀而已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 我们念佛要怎么用功的 这一次给大家来讲的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念佛 不在于数量 而是在于 我们能不能够相续 然后记得 在我们这八堂课里面 墨学给大家讲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念佛人 成就的这么可怜 少的这么可怜 是因为 是因为把念佛跟生活分开了 我们不能够把生活和念佛分开 有没有讲说我生活 我不要呼吸先 有没有 有没有人这样的 不可能 所以一天你不呼吸 你就 就死了 所以 不可能 所以生活 还是需要念佛 直时刻刻 因为今天 我们这几堂课给大家讲了 你看 我们怎么样往生的 我们最后一刹那那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我们神事是怎么去投胎的 以业随迁 业迁我们的 所以你要自己去 calculate 去算 一天24个小时 我念佛多 还是造业多 做其他的 这一些贪嗔痴慢 多 骗不了人 到最后结账的时候 是跟着Potion走的 最大的 你做最多的 最重的 那就是 给他牵去了 如果我们念佛是最多的 我们心没有离开过佛的 最后一刹那的时候 我们是蒙阿弥陀佛皆因往生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大家 这八堂课过后 这八堂课只是一个前言 只是一个介绍 所以 很里面有讲到的 有提到的 请诸位 真真实实 确确实实 去深入 譬如 我们对三十七年很有兴趣 我们就一定要深入三十七年 凡被主 做这个三十七年的 一定要明白三十七年 以往 我们老和尚 要开始在澳洲进中学院做这个三十七年的时候 我们老和尚 务必 让这一些务自备的法师 要做这个三十七年的 先明白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和尚有留下来 一套 三十七年讲 这个讲记 介绍这个三十七年的 就是专为 这一些法师要做三十七年的 先明白清楚了才做 所以务必大家一起 共同学习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我们在这八堂课里面 墨学还记得 但是有可能大家听着忘记了 听了忘记了 有没有大家忘记一件事情呢 叫大家回去做的功课有做吗 什么功课 因为来这边就是听听笑笑 出去忘正 忘到忘了 忘光光 是不是 记得 记得哦 我叫大家做什么 我们临命中的时候 是这尊阿弥陀佛来 前面这尊还是旁边的 是哪一尊来接应我们 有吗 大家有没有回去想一想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 留待 下一回 我们有机会见面的时候才给大家解答 如果没有机会 见面了 如果 如果没有姻缘 因为我们不能攀缘嘛 我们还是要看姻缘 如果真的是没有 不要讲我欠你的 我很怕哦 等下你到这个阎罗王见到 Jimmy Wong 你跟Jimmy Wong讲 是啦 那个决险法师 风鸥非鸡 我没有杂印哦 所以我不要放飞鸡 我没有风飞鸡 所以我们有姻缘的时候 我们才借 才跟大家来解释 如果是没有的话 自己找答案 经典里面有 再讲 实在一点 三十四年本子里面就有 自己去找 这个中风禅师的开示里面都有 所以我们老和尚常常给我们讲 我们学佛 重实质 不重行实 所以今天 要玩 这个开示之前 又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你们这边 My ice cream 有没有 开音乐的 有吗 Pelipop 是不是这样的音乐 不是啊 丁 丁 没有啊 我们 这个故事是从台湾听来的 台湾的那个卖 冰淇淋的车 他开的音乐是 Pelipop Pelipop 所以 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呢 就是有一个孙子 他是 给他的奶奶带的 这个奶奶呢 是虔诚的佛教徒 是一位念佛人 这个小孙子啊 也非常懂事 哎 所以啊 他的奶奶啊 从小就把他带大的嘛 所以这个奶奶呢 饮食起居啊 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啊 这个小孩子都非常清楚 奶奶 曾经跟着一个小孙子 约法三章 讲过了的 凡是奶奶在做早课晚课的时候啊 在做功课的时候念佛的时候呢 这个小孙子是不允许 去打扰的咯 不要去打扰 这一个 奶奶婆婆 做念佛 做功课 但是 因为很久很久很久 都没有吃过冰淇淋了 有一天 这个小孙子啊 就远远听到传来的 佛勒佛 佛勒佛 知道为什么这样小声吗 不是不会唱 是因为很远 哈哈 所以我们要想象 每次我们 很小声嘛 很远嘛 他听到了 好久没有吃 Ice cream 所以啊 他很想吃 他就跑进屋子里面去找婆婆 但是他找来找去看没有 他去 奶奶的 他家 有一个特定的房间 拿来做一个小佛堂 给奶奶念佛 用功的 他就跑去那边看一下 哎呦 奶奶跪在佛屋前面在那边做功课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没有觉得大声一点了 就代表什么 靠近了 所以这个小孩呀 告诉诸位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欲 欲望的欲 这个欲啊 一起来呢 是很难收拾的 尤其小孩子 怎么可能 抵挡的住 这一个 欲望 想要吃冰淇淋的欲望 所以啊 他就在佛堂门口 这个婆婆就跪在那边嘛 念佛嘛 所以啊他就在那门口 婆婆 婆婆婆 叫三生 婆婆婆婆婆婆 这个婆婆 在那边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念着啊 听到孙子叫他婆婆婆婆婆婆婆 你知道 他的婆婆 他的奶奶呀 是怎么反应吗 这个是 大家都会做的 一桩 有没有看过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蒙擦啦 对不对 不要 不要 不要打扰我 这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孙子看到婆婆的那个手势 有一点点的失望 有没有大声很多了 所以啊这个孙子啊就跑出去看 就在眼前 又开始小声去了 所以这个小孩呀 所以这个小孩就快点 跑进来 扑扑扑 扑扑 扑扑 扑扑扑 扑扑 因为他很想要吃 他只要讲 我可以买冰淇淋吧 这样一句 他叫婆婆多叫五声 听不到了 跑啦 这个车跑啦 所以我们每一次要懂得 珍惜把握当下 不要像这一个冰淇淋车跑掉了 所以这个小孩掌握不到 所以他叫了婆婆婆婆 这一次第二次 第一次叫的时候 手已经叫他 不要打扰我了 为什么这么不懂事 所以这个奶奶 就把手上的念珠拿起来 跟阿弥陀佛讲 阿弥陀佛今天的因缘不殊胜 我做不完我的功课 待会我再给你补上 很恭敬的顶礼了阿弥陀佛 转身 拿藤鞭 我跟你讲几次了 我念佛 我念佛不要吵 我啪啪 我来下来 你看这个奶奶 就这样打了 小孩子哭 哭得最凄惨的时候 大家懂得怎么样的吗 小孩子被打了之后 他哭哭到 真的到急促了 伤心到急促了 他是什么 哭着 上气不接下去的 他是 有没有 怎么我会知道 因为常常给妈妈打 就知道了 我小时候是多调皮的 常常被修理的 我知道 因为常常打的时候 我们真的打到很痛的时候 我们很伤心很伤心的 就会 这样子 真的 这一个小孩 他痛的是双重的痛 第一个是因为吃不到冰淇淋 第二个身上还被打 所以这两个创伤 被打了 你看 这个婆婆啊 在佛菩萨面前还顶礼 不好意思 我今天完成不了功课 一放下佛珠 就变什么 罗刹 变妖怪 哇 就打了 你知不知道啊 这个小孩子啊 在那一边 上气不接下去的 当下讲了一句名言 婆婆 我要不要模仿啊 不要啦 如果要模仿 我告诉诸位 我在前佛 我自己的道场 我已经是出了名的 Oscar演员 我常常演戏的 我很会演的 你见我演什么角色都没有问题 所以啊 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啊 是在做什么吗 在那间喘气的时候讲了一句 婆婆 我只教你八生哦 你看第一次 婆婆婆婆婆婆婆 第二次 婆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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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五句 加起来八生而已 你就这么生气了 你天天叫阿弥陀佛几万生 阿弥陀佛有没有修理过你 我每天在那边烦阿弥陀佛啊 不对吗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没有 蛮差啦 有没有 我们学佛学到哪里去了 好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边 自己回去想想看这个故事 好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